日前me2风波延烧全台 无论是政治圈、影视圈、音乐圈 都爆出许多性骚扰事件 让人震惊不已 昨日晚上又有两位女网友发声 表示自己曾被一位男演员伸出闲珠手 而这位男演员竟然就是 拥有爱家好爸爸形象的右胜 其中一名网友写下女同事的受害过程 表示右胜送女同事回家 以借洗手间为理由进入独居女同事家中 却突然跨坐在对方腿上强吻 甚至还做出甜耳多结内衣的夸张行为 女方抵抗无效只能软性劝阻 事后这名女同事提醒原po也要小心 表示右胜一定是老手 没想到原po隔眉多久就遇到类似情况 被她背后环抱还收到不正常的文字讯息 而另一名女网友则控诉 某次聚餐后她负责开车送右胜回家 结果她却突然伸手抓她胸部连续两次 隔天她传讯息道歉说昨晚只是喝醉 女网友却在几年后得知 还有其他受害者她是惯犯 右胜本人则回应 我为我曾经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及阴影感到抱歉 我不会逃避 真的真的很对不起 如今囊人形象大崩 让人不禁想到右胜在2017年 就曾被黄子娇公开封杀 表示因为个人私事不愿与她同胎 从此有右胜就没有黄子娇 竟然被一向遗和为贵的娇哥封杀 让许多网友猜测是否和老婆梦耿如有关 而今日黄子娇主持记者会被问到右胜性骚扰事件 她直接表示不谈不谈便快步离场